长假过后还是有包袋带给大家的 这是宝格力的一个小包 看上去像是WOC那样的一个造型 但实际上又不是像WOC那样 可以把它拆卸下来 又能当钱包或者手包 然后同时也可以做单肩或者斜跨使用 它的链条是不可拆卸的 但是如果稍微动动脑筋 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肩带部分会有五个孔位 如果必须把这两个扣子都扣进去的话 目前就是它的最短的状态了 所以如果想要缩短它的肩带的话 我们只能在链条上面下点功夫了 链条的末端是一对金属件 如果大家想要让它的整个肩带变短的话 可以在上面系个截或者绑上绳子 或者套上皮筋都可以 总而言之让它的链条收在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样的一个小的夜下包了 这个包袋的大小 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容纳手机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好消息了 坏消息就是它放了手机之后 基本上其他可容纳的物品也比较有限一些 大家如果有使用过这样小包的习惯的话 应该知道它的容量大概是多少 官方的尺寸是22x13x5 也就是22厘米的宽度 那大手机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能不能放手机这个问题 它过关了 13厘米指的是包身的高度 实测会比13厘米略多一些些 但是我们知道像这样外缝的包的话 它内部的容量其实是要比13还要再小一点的 厚度大概是4-5厘米 略微的可以拓展一点点 它的打开的方式并没有非常复杂 在这个非常华丽的舌头装饰下面会有一个扣子 连接包身的这个母扣的位置 如果我们尝试去摸一下的话 它这个位置的装置还是比较厚的 所以也会略微的影响里面的空间 它会有一个内侧带 这个内侧带并不是用来放卡片 或者给大家放其他什么东西的 它里面放了一个专属的小镜子 小镜子上的膜都还在 看上去它的五金的颜色 其实是浅金色而不是金色 宝格丽好像对首饰类的还是比较在行的 所以它的五金搭配出来整个包身呢 我觉得也是一种华丽的存在 这样的包往往会让我望而却步 没有办法去给大家试包了 它应该是那种尽显女性魅力的 这样的一个款式 包身的颜色是一种绿色 这种颜色呢 其实在视频当中或者在照片当中 捕捉的好像都不是特别准确 其实肉眼来看的话 我们会想到爱马仕的祖母绿 这是一种很正的绿色 在绿色的基础上略深了一点点 所以会是相对深沉 但是又不是绝对很深沉的那种绿色 这样的绿色搭配浅金色的五金 我觉得整个搭配效果也还不错 它的包身背面呢 就没有侧带了 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层的皮革 这样带有层次感的装饰 甚至像这个位置 我们会猜测它会不会是一个侧带呢 实际上也是一层装饰 它也没有办法装其他的卡片 或者作为一个口袋了 因为中间的这个母扣的位置呢 直接贯穿到里面 里面的颜色呢 是一种非常深的紫色 紫色也是比较华丽的一个颜色 比较厚重的一个颜色 绿色搭配紫色 乍看上去呢 会让我觉得有点反差啊 会觉得里面为什么会用了这样的一个颜色 实际上如果大家多和它接触一下 多和它相处一下 会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一个设定 这是一只二手较好成色的舌头包 附件呢 除了刚才的没有撕膜的小镜子之外 还会有它的防尘带 然后其他的一些附件就没有了 整体包身的橙色还是不错的 会有几道浅浅的痕迹 仔细看的话能够看得出来 整体还是比较新的 对它的橙色评定的话 如果要保守一些 应该在97成新 达不到99成新那么新了 但是呢 如果是自用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 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上新 大家对它还有什么问题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它的故事 我还不知道的 都可以和我分享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